什麼東西 所以是要躲避是不是 而且還打瑪瑟克耶 這也太...太...太勾之力了吧 他在笑什麼啦 他在笑還是在哭啊 喔唷 這視頻是什麼情況 蛤?那是有人在哭喔? 不要啊我才不想再看 先看看金屬桶 這邊應該... 這邊應該有地方可以藏起來吧 還是等一下我們是要直接衝出去外面 不然衝出去外面就直接抓到了啊 所以炮文不是那個喔 我一直以為炮頭目...欸不對啊 可是那個誰怎麼說炮文是頭目 還是他沒有講 是我們自己下一次認為 喔 喔 阿 爪爪爪爪爪... 哈哈哈 你幹嘛啊 這好像在吸管 吸什麼東西的聲音 他好像已經出去了,我們快點離開吧 欸?空的 被處理掉了 欸?手機也沒了 那果然是帕文 雖然很難以置信,但應該是的 為什麼 能想到的是 就是他知道與妮娜的失蹤有關的線索 被人滅口了 不然一定想辦法設 想辦法設法栽贓陷害傢伙給我 可是姊姊不可能跟人解仇啊 而且你都六年沒在萊文 盧伊,所以說 因為我拋棄了萊文 拋棄了萊文 我是沒這個意思 但說不準會有人這麼想 另外警官說過 西蒙和卡姆一神父 什麼都不告訴我 是因為我拋棄了萊文 喂?盧伊 聽說我不在的時候 西蒙跟女學生引起了事端 是什麼事啊? 嗯... 對不起 我不是很清楚 直接問西蒙吧 好 那個 呵呵呵 我們還是朋友 希望你能告訴我 因為我相信你 這也問太直接了吧 報警不就潤潤宰哥啊 竟然是睡覺累死我了 他好直接喔 就直接問耶 這沒問題嗎 備份一下手機 帕文 28歲 不... 嗯?俱樂部的頭目 對啊 所以他是俱樂部的頭目而已啊 有郵件 今天 你休息沒去治療室嗎 是哪裡不舒服 不要勉強 按照自己的情況進行就好 明天好好治療 還有跟神父好好談 把今天發生的事 不知道該相信誰了 從小時候起 神父就在孤兒院照顧我們見面 他怎麼可能是壞人呢 嗯... 不是有一句話叫什麼 知人知面不知心 搞不好他其實 照顧你們 只是因為對你們有肥分之想 硬要扯一下 我還滿好奇他們房間到底長什麼樣子 爽夠爛 不要隨便亂進 那你還來幹嘛 神父的房間 對不起 打擾您休息了 我是安娜 出了什麼事嗎 可以和您談談嗎 好吧 請進 喔 他站在一個有聖光的地方 這個點 有什麼事嗎 對不起神父 有些話我一定要問您 和你今天沒來治病 有什麼關係 是 可是在之前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請講吧 神父犯下的罪 可以告訴我嗎 是 是誰告訴你的 做 我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寬恕 神父少見如此慌亂 不過 這也是主次於我的考驗吧 安娜 你可以發誓 不對任何人提起嗎 是 我發誓 就算是魯夷和千惠伯母 我也不會說的 安娜 我的罪過 不 是否是罪 由你來決定 你有這個權利 必須要從很久以前談起 是我 早早 現在吃到八 我不會你在腳 你叫我阿爸 不 是我們十六歲的時候 他是龍利 炮文 龍利 那個 倫 倫諾 我猜那個 億萬刑警應該是淪落啦 我猜啦 我也不知道 他應該是龍 他可不可以是龍利吧 所以他才一直穿著這個緊身毛衣這樣子 可是剛剛那個樣子看起來像女生啊 應該不是 首先我和你們的父母 米娜 與肯特 在學生時代相識 我也作為他們的朋友 一起度過了學生時代 不過 我和米娜是從小一起長大 和肯特是在高中才認識 肯特和我不同 他很外向 朋友也多 很遺憾 我跟他並不是很合得來 米娜和肯特 反倒是相處的時間越來越長 等我意識到的時候 我和他們已經相去見緣 我是在畢業聚會 上才知道 他們已經在交往 我知道 我所認識的米娜已經不在了 讓我很痛苦 對 米娜深深地吸引著我 她是累球部的隊長 開朗活潑 人人都喜歡她 她是我嚮往的對象 然而我並沒有對她表明心機 高中畢業之後就離開了萊文 我深入了維卡爾帕大學就讀 當時我想將來做一名醫生 萊文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都是鄉下城鎮 非常缺乏醫務人員 所以我的夢想就是 有朝一日回到萊文 為故鄉多做貢獻 我的願望實現 在我25歲時 作為一名醫生回到了萊文 雖然時隔數年 萊文還是鄉下地方的老樣子 可是仍舊 不可能不變 我回到萊文 米娜和肯特邀請我參加他們的結婚典禮 原本心裡一直暗想 當上醫生回到萊文 米娜就會注意到我 可是 如此內心醜惡的 誰又會青睞呢 就在他們辦完婚禮的幾天之後 一個晚上 我終於鬼迷了心窍 我到現在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做出的那種事情 等一下 那個壘球手套該不會是 那壘球手套該不會是那個 他媽媽的吧 有可能 我闖進米娜肯特的家裡走向臥室 我知道那裡有困著一隻鳥 還有肯特被朋友吸引開不在家裡 也是 我無人無人都想得的那隻鳥 因為極度的醜惡感情在 在捨摸著我 鳥兒在龍中到處逃避 可是我已經不正常了 雜壞龍池敲開的時候 得到了鳥兒 那後來呢 爸爸和媽媽怎麼樣 他們依舊在這個鎮上過著無意的生活 到我離開之後也沒有變化 我找個理由辭職 辭離了醫院 暫時在其他鎮上協助教會事務 可是在族的引導下 我再一次作為神父回到了萊維 只從那個晚上 已經過了六年 而我才第一次知道 你出生了 我 你回來時 回來那時候我幾歲了 六歲 六歲 你的臉色很不好 今天先休息 我也希望 今晚 能夠休息 好的 那麼晚安 神父犯下的罪 如果我就是證據 那對鳥的恐懼就是我與生俱來的業障 假的 你業障重 不可能只有這樣而已 那我是不是一直 一生到 直到我死都不能克服過去 只要我活著就不可能實現夢想了嗎 我該恨誰 神父 還是那些出了門的爸爸 不 不是的 先休息吧 我想陷入深深的睡眠 我覺得還蠻詭異的耶 那個 那個鳥 這樣子 跟這個有關臉嗎 發生事好累喔 這時候還是沒從神父那裡問出帕文的事情 誰啊 現在在休息我看了昨天的短信 的確是遇到了麻煩 上課做實驗的時候不小心把藥灑到一個女生身上 還好她是受了輕傷 不過我不想讓你擔心才沒告訴你 對不起 你願意信任我真是太好了 我真是太開心了 我相信你也能夠闖過去 和女學生是做實驗發生的事故 原來是這樣 沒事真的太好了 先好好接受治療吧 也許只是白費功夫 不過西門和魯伊都在相信我 怪罪在別人身上 別人頭上此不不前 並不是明智的選擇 Let's go E1講的話其實 我不知道我是半信半疑啊 我覺得不能全信 畢竟E1也才第一次來而已 而且她是憑什麼賭定說我們不是那個兇手 就算看著眼睛好了 不見了 現在就去嗎 我出門了 睡眠不足嗎 還是抹了厚重的營 別鬧了伯母 我的妝有那麼難看嗎 不要一個人憋著 有什麼話就告訴伯母 不過 我會等安娜主動說了 因為這孩子也就是能人 謝謝那我走了 呵呵 她畫的妝很難看 走囉 神父我來啦 神父來吧 我會看到你死在裡面啦 欸 神父不在 也許是因為昨天的事不太 不太好見我了吧 是啊 我心裡其實也鬆了一口氣 嗯 留言機上好像有留言 你看看寫什麼 蛤 她手信封的主要跟你對話了 呵呵呵呵 跟我到天羅去吧 安娜 你的痛苦 全都是我所犯的罪造成的 請原諒我骯髒誤會的靈魂 而我將再也不會出現在你的面前 我向你保證 有些話我最後一定要告訴你 就是這是我和你母金米娜生前的承諾 無論如何都要幫助和支持你 你並不是孤單一個人 你有優秀的家人和朋友 只要能和他們一起共同面對困難 一定能流暗花明 用別了 我心愛的孩子 已經離開萊文鎮了 因為忍受不住自己所犯下的罪惡 的確是 的確神父是罪無可恕 可是媽媽能接受 而且我認識的他的確是真的溫柔和善 要是神父我也要繼續治療 接受治療 那你要怎麼治療 一邊聽著時鐘的聲音一邊閉上眼睛 然後慢慢想起過去 等一下等一下我剛剛突然想到他說 雖然他們 我知道神哲雲他們都會叫 就是他們的 就是 都會跟信徒講說你是我孩子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這句話 還蠻詭異的 會不會其實他是 他是神父的小孩 誒 青鳥 是這個嗎 不是喔 鑰匙 蝴蝶刀 和青鳥 青鳥他指這種 是有顏色的鳥那種嗎 他眼睛是在眨眼 這個嗎 真的耶 然後 鑰匙 他眼睛好像真的在動耶 還有 蝴蝶刀 蝴蝶刀長什麼樣子 這個嗎 鑰匙在這 所以我注意到我想要先找蝴蝶刀 蝴蝶刀 蝴蝶刀 我沒看過蝴蝶刀長什麼樣子 蝴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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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鋼筆啦 然後 呃我先想看 蝴蝶刀在哪裡啊 蝴蝶刀 蝴蝶刀 在這裡喔 欸 欸 欸 牌子一點點香起來 血 這是什麼 血 床上什麼東西 只屬於我了 誰也奪不走老師 無論是 還是別人 你是誰 過來 不要放開我 想起來了 全部都想起來了 青鳥的紋身 還有飄在 在 房間裡 的 背心羽嗎 血脖裡的東西 對那是 他父母 意識開始模糊 該怎麼辦 爸爸媽媽不是事故死 原來我記憶深處 沉睡著這樣殘酷的事實 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但我必須面對 因為我決心要實現夢想 去問問千惠伯 他應該知道 真正的兇手其實就是一萬 已經看 我們已經看透了這一切的真相 喔 SHIFT可以直接超加速欸 還有一直按著 確認鍵也可以 我警告你一萬 你不要出生在我面前喔 不然我也會叫喔 我覺得神父應該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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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原來裡面有鬼喔 好吧 那我們走吧 這教場實在太 為什麼我不好預感 為什麼我不好預感 是警告我的人 不會是 找個人求救 醫生 有人把我關在教練前 請你救救我 我已經報了警 你也直接報警吧 先保持冷靜 深呼吸一下 一定不能慌正經的等待吧 可警察靠不去好 好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就說嘛 神父 安娜 已經沒事了 你在幹什麼 這到底怎麼回事 不要 你不要管 青鳥的 那個 聽得見 要效是不是有點過了 你想問為什麼要這麼做吧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 因為我從那天開始 就一直在關柱子 那一天 你不知道嗎 就是米娜老師屬於我的那天 孤兒院的米娜老師 就好像我的母親 可是那個暴風雨的夜晚 米娜老師把我 丟在孤兒院自己回家了 這重新 米娜老師明明就是我一個人了 她 是那個女人背叛了我 對 所以我也不會讓任何人得到她 我把她 從你們手裡永遠地搶走 可是我錯了 能夠配得上我的 不是那個女 我一眼就明白了 安娜 你跟我才是天生一段 所以從那天 我一直在守護著你 後來我被養父母收 改名喚醒 為了你我又回到了這個鎮上 安娜會休學 也是我對艾克森教授說 讓你拿回萊文去吧 別看那個女人裝的一副蚊子冰冰的樣子 那一個是的騷貨 對我言聽寄愁 可憐愁 不過你真的回到萊文 一切都按照我的計畫進行 我作為優秀的行情 很輕易的 就得到你的信了 這也怎麼行 太清伯的話 那不是和妮娜一樣 那個小妖頭賣弄 賣弄兮兮的 看了就不爽 我早就想除掉她了 所以趁你返鄉的時候就 後面的事情你都明白了吧 不過我很高興 你還是那麼純潔無夠 至少我們有猜到兇手是誰 你太單純了 以為自己有了殺死妮娜的嫌疑 沒有去依靠其他人 只相信我 只跟著我的思路 最終你感到孤獨不相信任何人 現在你又會涉嫌殺害神父 我可是留了不少證據 大家一定很想忘你 是 不 是恨不得馬上忘記你 你可是精神異常的殺人犯 不過不要緊 我一直在你身邊 只有我 永遠都是你的後盾 安娜 你永遠都只屬於我 又是被M的哪招啦 我根本就不想打電話給他好不好 所以這醫生不對 魯伊呢 很難做 現在呢 現在幹嘛 一萬景觀 勝負 我覺得你還是很聰明 不過看來我還得把 還得全部告訴你 他腿都動不了 話也不會說了嗎 那沒辦法 喔 好痛 這不是能出生嗎 這可不好啊 你怎麼可以不聽我的話呢 你是不是想起來了 為什麼你會害怕鳥 那天你都看見了什麼 18年前的暴風雨之夜 搞定 這樣就沒問題了 爸爸媽媽在哪 小爸爸呢 吵死了 閉嘴 都是你不好 是你把老師 把我的母親搶走了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米娜老師要把我留在孤兒院回到這裡來 還有什麼比我還重要 超可怕 給我閉嘴 忍諾 他真是忍諾耶 一萬真是忍諾 哇 一切都跟我猜的一樣 謝謝 老頭 不要 你疼嗎 希望我停下來嗎 可是我不會停止的 我已經決定了 我會要你 一輩子都記著你會痛苦的活著 然後有一天你會想起我 想起你的父母被殺 不知道那時候會是什麼表情 一定很有意思 我要可可在你內心深處 靈魂深處 被我控制的喜悅 我不要 不要這樣 姐姐 如一 你 夠了 別妨礙我 禮物緊急遠一點 我叫警察 安娜 快走 姐姐 走 安娜 西蒙 女性人士 確認安全 頭暈目眩 後來我被送到了附近的醫院 暫住了一段時間 大概也就是一個星期吧 因為得到了解脫 所以才會暈倒 如果只是這樣就好了 神父 據說好歹是保住了性命 不過需要長期住院 吃血那麼多也是在手難免 最終 伊萬景觀才是俱樂部的頭目 還有帕文和妮娜的遺體 在廢墟的金屬桶裡找到了 還有 維卡爾大學的艾克森教授 也因為向外界透露學生訊息 而遭到停止處分 以示警戒 這一週發生的事 可能會在我今後的十年中 都不會吞色吧 我甚至現在還覺得 身邊發生的這些事情 是不是一場夢 真是夢該有多好 我們爸爸媽媽 是18年前 被當時14歲的伊萬景觀殺害 鄉下警方 警察缺乏搜索 搜查能力 才一直抓不到兇手 而這一次 逮捕伊萬景觀 還有我的證詞 重新啟動了對18年前案件的調查 為甚麼我一直都不記得 這可怕而不共戴天的奪親之案 千惠伯母不停的道歉 因為他無論無何也無法告訴我們事情 可是我不想責怪他 說實話如果可以 我根本不想知道 但我還是必須面對事實 跨過這一關 因為我還有夢想要去實現 一週之後 他等我按掉 真的沒事嗎 唉呀別糾結啦沒事 啊不過 沒想過再多留一陣子 可不能再休息下去 還要接受心理治療 也對 不過謝謝 幹嘛啊 別這麼說 我們可是相依為命的家人啊 你可以再多依賴我一下嘛 唉呀 盧伊真的長大了 我也得努力成長啊 等我再好一些就回來看你 好 那時候可別再忘了我的華芙餅 好好好 那我走囉 姐姐該上課了 恩 回頭見盧伊 回到遊戲標題嗎 好啊 因為我 我還要看一下 就是 如果我選的 請西蒙來救歐 會怎麼樣 西蒙叫救歐 咦 好像還是一樣的耶 就基本上不會差太多就是 所以他才一直想辦法把他手腕那邊一直擋住啊 好這邊 基本上差不多啊 安娜 狗別妨礙我 呵呵 我就知道只是身份調換而已 嗯 一個星期 對啊 嗯 看看 這邊 對這邊都有了 這邊剛剛都看過了 喔 喔 所以這角色就換西蒙就對了 你的臉色已經差不多了 喔 還沒有太好 是嗎 可是我打了不少腮紅啊 對 再多待一天唄 那可不行 可不能再休息下去了 還要回去接受心理治療呢 嗯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不過安娜 千萬不要勉強自己 恩 謝謝 客氣傻啊 我們 是朋友嗎 嗯 而且 前面還要加上很 要好的 表情 恩 對 就沒不要好過 下次放假的時候陪西蒙去看電影吧 等我好些再回來 真的 那我可要推薦 要準備好推薦的電影等你了 要看什麼呢 來些稀有的片子唄 那我還要趕去學校 還有回 恩 回頭見 西蒙 ㄟ BM